今天做一个调味非常丰富的炒面 首先切上一点非常清脆爽口的包菜丝 胡萝卜丝配配颜色 水开放入面条 把面条轻轻滑散 以防它粘连 面条不用煮太久 煮7成熟就可以了 这样会更爽滑一点 油不用太多 胡萝卜丝先炒一下 挤上一大圈松茸素蚝油 再来上一大勺香菇木耳素肉碎 加上路边摊的翻炒芝士 快速翻炒均匀 香气扑鼻的树蚝油 薰菇酱炒面 大家好 今天做一个清汤面 今天用的是手擀面 这个面不用煮太熟 有7成熟的时候 就可以把青菜放进去了 好 青菜熟了就可以捞起来了 再来上一大勺 刘大厨密制的香菇酱 顺着碗边来上两勺面汤 最后来上一点香菜碎就更香了 这样做真的是清爽解腻啊